设身旧父,28岁体操冠军加80岁老头,父亲竟是幕后推手,曾投资十百很多优秀的运动员,在自己职业生涯,创造出令人瞩目的辉煌,退役后选择进入娱乐圈,应然成绩斐然,如体操冠军刘玄,跳水冠军田亮,武术冠军吴京等,也有些运动员是半路出家,没有退役就直接转战娱乐圈,如桃红,牛力等。 他们也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功,可是有一位美女体操冠军却因为父亲破产而紧演一圈,其父还将他嫁给了八十岁的富豪,提到八十岁的香港富豪林建明可能有人不太熟悉,但是提起他弟弟娱乐大亨林建月那就无人不知了,特别是林建月与王祖先的恋情,当时也是轰动香港,哥哥林建明也是个风流人物,在接受忽然一周访问时, 自暴情史与近千名女子有关系,现在与何敖儿的爷孙恋,更是轰动整个香港演艺圈,何敖儿1988年生于中国香港,在全港体操比赛中得得过金牌,当时是一位非常有潜质的运动员,何敖儿的父亲何世根在中国及韩国从事服装贸易, 由于在非洲投资失败,自行向高院申请破产,由于生意失败,何世根建议何敖儿到更赚钱的娱乐圈发展,进入娱乐圈的何敖儿。 在2007年,获得香港小姐旅游大师奖,后在TVB无限议员训练班出道,与郑少秋、林峰、蛇诗曼、夏宇、钟嘉欣等合作,出演多部影视剧而成名。 最奇葩的是,何敖儿经父亲何世根介绍与富豪林建明相识,并被林建明收为干女儿,何敖儿后来穿婚纱带着林建明送的四颗拉钻戒,签约林建明大名娱乐旗下一人,并与林建明出双入队,耶森烈就此曝光。